停留在這分秒間 遺忘實際的界限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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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停留在這分秒間 遺忘實際的界限 伊之哥仔 張敬軒昨天就新歌派台了 名字就叫做《蔡勒斯的愛》 我拍這段影片連MV都沒有看 只能看到這張Cover 英俊就不用說了 重點是在這張照片中 我看到我非常喜歡的Cyberpunk 或者Steampunk的元素 一看到我就馬上想起FF 即是Final Fantasy 我自己也是粉絲 FF裡面的東西都是Cyberpunk為主 所以這一刻就算我還未能找到新聞稿 還未真的找到蔡勒斯是誰 一看到這個package 我就知道是關於未來或科幻的題材 當然也很關於它在Sandbox裡面 有一個自己的Hinsland的事 我自己的Metaverse也很有興趣 也有很多看法也想說 不過伊之哥仔是講音樂的 題外話 我希望將來有機會可以在另一段影片跟大家聊 對於張敬軒來說 我覺得這次真是一個很厲害的新嘗試 沒有音樂的前奏 一劈頭就來了 只是用剛才聽到這幾句來講 鋼琴墊底的半清唱 為什麼我說是半清唱呢? 因為雖然是有個琴在後面墊著 但是後面的melody 其實全部都是跟focal line來走的 即是同一粒音來的 兩樣東西和一個notch同時響 你不能夠做和言 不是quad來的 頂多是一個octave 即是八度這樣走 那琴都是在需要轉quad的時候才給你 就不是很踏到那個focal在唱的位置 當然後面也有些strength很薄弱的賤鱷 但賤鱷的那些全部都是很小的 所以如果你是唱歌的歌人的話 基本上你會覺得和清唱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算是頭幾粒音 五個bar 那套鼓就開始 然後那個琴就給多幾粒音 做fill-in 然後就進到first的了 進到first的時候 focal的texture就已經不同了 用的melody也很簡單 Doe me fa so do re Doe me fa so do ti Doe me fa so do re Me me 全部都Doe me fa so do re me fa so 所以有時候作曲 就是melody不用說很複雜也可以好聽 也洗洗腦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一邊打稿的時候 我一邊不停聽 我現在整個腦都做到doe me fa so 不過一來就入唱這件事 就不是什麼新嘗試 很多歌都會的了 我講的新嘗試當然就是大家一聽 我已經感覺到 這首歌和平時的張敬軒的歌很不同 它的focal是點點的 點點的音 就是平時大家經常說的autotune 當然這個效果就不只是autotune才能做到的 autotune是一個park in 有很多其他park in 都做到雙類近的東西 只不過autotune這個品牌的名字 真的改得非常好 所有人現在一講這類的東西 就直接說autotune 好 接下來就是給不知道什麼是autotune的朋友 要不要找些例子給你們聽 例如Bijack 好 現在大家應該知道autotune出來的東西是怎樣 通常聽起來都會明顯一點 就像Bijack那首一樣 很明顯是聲音經過處理的感覺 還有其實製作人是可以選擇把那段focal的聲音 tune到有多濕 那什麼叫做有多濕 假設一個人剛剛埋咪錄的那段聲音 什麼都沒有加工的 沒有任何東西加進去 那段就是乾聲 後期下進去的effect 可能是一些回音 一些moderation上的東西 那些就叫做濕了 那裡面有多乾有多濕 其實是可調可控的 所以才叫mixing 例如現在 乾聲 濕濕的 濕了 就是這樣 張景軒頭這幾句聽起來就極為近乾那邊 即是點點的 不是好點的 我覺得有可能是關於autotune類型的特性 好處是什麼呢 有型的 有電子感 機械人唱歌給你聽的感覺 所以是好型的 還有一定中pitch 不會錯的 但同時它也會將一個focal的細緻度降低 就是details會沒有了 那它是張景軒來的 它唱歌是很有細節的 而且它的質感也是很漂亮的 如果下太重的autotune 是會將那些漂亮的細緻的全部抹走 那不要浪費了它唱得那麼漂亮 我自己覺得 因為你現在聽到它這首歌 你還可以聽得出 唱著的那個人是張景軒 如果autotune落得一重的時候 反正連哪一個是focal的都未必聽得清楚 到底autotune它的原理是怎樣呢 不如小弟現在就tick兩句 然後就示範給大家看 停留在這分秒間 遺忘實際的界限 無疑惑愛不回及 推翻 那這樣tick完了 那tick了什麼東西呢 大家現在看到的 就是小弟剛才唱完的那些音 錄到電腦上就變成了wave之後的樣子 那這裡就是個program 幫我逐顆音捉了出來 那大家看到這裏一行行的 ABCDFG 那就是那個 12平均率 就是ABCDFG 然後一直下去的那12顆音 因為我是我 我不是張景軒 那聽來一定是比較噁心的 停留在這分秒間 遺忘實際的界限 無疑惑愛不回及 推翻 沒有加到東西下去 那這個就是一個乾的聲音 然後呢 大家其實也看到的 比如這裏 這一粒這粒應該是停留在者分 那個分字 那就 停留在者分秒間 你們可以看到 那這粒音其實要是A-sharp才適合音 那D-sharp key的騷擾音是A-sharp 那所以這粒就 就是要A-sharp才適合音 那大家可以看到 同一個字 分 分 聽到的嘛 就是一個就算是怎樣不走音的人 去唱一個字出來 其實下到電腦的Wave 你怎樣都一定不會 hide不到其他的pitch位 你怎樣都一定會有少許位置 是out of pitch的 那這樣東西是正常的 因為人唱歌的那個系統 就是會令到它變成這樣 那這些out of box 的那些線到底是甚麼來呢 有時候可能是某些氣聲 一些唱歌的details 它是真的不會跟你在那個box的中間 那才是人嘛 那聽下去才會舒服的 那autotune呢 它就是要令到你的所有聲 都要在那個pitch裡面 因為譬如D-sharp key 只有七粒音 那它就不會讓你的音 走出這七粒音的那條9 你一定會留在裡面 那怎麼辦呢 它就會將你所有東西 去強制 譬如這個分子 留了盡量留在最中間 就是適合的pitch適合到不得了 那所以的那些細節位 全部都沒有了 去到同一個pitch那裏 如果現在將所有的音 都放在同一格 那好啦 我現在將所有的wave呢 都不讓它出現在那個 應該出現的box以外的地方 還要盡量放到很正宗 那這就是autotune 去幫你做的一件事了 那現在聽一聽看會是怎樣 怕大家的耳朵太難受了 那我也加定了一些reverb 一些delay下去 那大家聽一聽 停到在這分秒間 遺忘實際的界限 無疑讓我不會及退翻 大家知道沒有了 這些details 或是逼到同一個pitch裡面 會聽到的聲音 就正正是平時大家聽到的電音 或者是autotune的聲音 那當然不一定會變成這樣的 譬如又去到這顆音 那我不一定要把它 放在同一格 我可以tune一點出來 聽起來就沒有剛才的版本那麼電 因為我改的東西就沒有那麼多 那就是改多少多少percent 這些全部都是由監製 或者作曲 總之producer自己去決定 那這次張敬軒這一首 就不是去到這一種地步 就是你還能夠聽得出 它是張敬軒的地步 明白了嗎 那現在就說一首歌了 那這一首就是把外放在虛擬世界裏面的歌 是充滿著未來和科幻的感覺的嘛 所以我自己覺得放一些autotune 去配合整個耳境是很合理的 也都這樣是整個耳境再出一點 而這首歌的樂器選用 編排其實都是比較接近pop song那邊 而聽起來都是很soft的東西來的 那就更加沒有原因去把一些 很濕的autotune的聲音放在這首歌裡面 那非常濕的autotune通常都是R&B 或者hip hop風格會聽得比較多 那這次張敬軒都示範了什麼 也就是唱功非常好 但都可以跟autotune一起混合 一起來MAX一起來玩 那這次的製作團隊就是這樣的 其中裡面的Samuel和Edmond Duras 是很少香港人能夠知道到底讀得對不對的 因為他們是瑞典人來的 那其中Samuel就幫過Justin Bieber做Live的Arrangement 都跟過很多韓團合作的 那為什麼張天會找他們來合作呢? 因為原來張天和他們是網友來的 那真是一個活生生的音樂無國界的例子 而關於autotune Tyson Yoshi之前在GoodLive的訪問裡面 也發表過自己的意見 香港是經常都有這個好tune 不了,那麼多味精不了 我經常覺得是很昂貝的 這些comment是真的只在香港會有的 我是很觀察其他地區的音樂的狀況和留言的 包括台灣、大陸、馬拉、泰國 那些雖然泰文都看不明白 但以我眼看得明白的地方下 一些Hip-Hop R&B的歌下面是不會有 這一類型的留言 說好tune、不了 可能是因為我現在 是被所謂香港主流的人見到 所以會有一堆這些人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需要 告訴你 其實不是一件 那麼大不了的事 我又不敢說 但是在外國那邊 也真的很奇怪 為什麼香港的人會抗拒autotune Auto-tune warning 哈哈哈哈 Auto-tune warning Heavy Auto-tune usage If offended, please click away immediately Did they really toss in the disclaimer For Auto-tune warning? 不知道大家要怎樣看Auto-tune 我自己就覺得聽歌也是聽完整個意境才好 才是享受的嘛 如果只是判斷死一件事 那就變難受了 當然我明白 很重Auto-tune的focal 需要的唱功技術含量 其實都是相對地少很多 以上的示範和個人感想 都是我從小學這些 學完之後回來 有什麼意見就發表一下 我自己就沒有執業或從業於這個mixing 去做過一首派台歌 所以之前兩條片 大家經常都說專業分析 小弟真的受寵若驚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個人感受 又或者討論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在留言的位置有激烈的討論 我都覺得OK 歡迎的 有討論才有進步 同時如果技術上有說錯 都歡迎留言指證 今次的衣紙哥仔就到這裡 想聽我更多樂壇派台新歌 或者一些冷知識 就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逢是一星期四 會出我主要的個人生活片 其他時間 會不定時的出這個衣紙哥仔系列 記得訂閱完之後 按鈴鐺 按鈴鐺 為什麼可以撐這麼遠的感覺 還有追蹤我Facebook和IG Please IG 幫忙追蹤一下 快到了3萬了 但還是未到 唉 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開始